Hello,欢迎大家来到Star Cso Channel的频道 感谢大家对频道的支持和鼓励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快问快答片的主题是 未来三个月,我和他会有突破和进展吗? 他的想法和行动 那之前呢有朋友反映 在快问快答片这个主题里边呀 我的语速有一些快 那做这个主题单元的初衷呢 就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 为大家精简快速的解答问题 也想为大家展现一下各瞻的方式和方法 那我呢看牌是以抓住灵感为主啊 因此在叙事的过程当中 会有许多的信息和画面 不断的浮现在脑海当中 所以想用最快的速度 把信息全部都传递给大家 会有这样的习惯 那未来呢我会注意一下表达的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含和体谅 在各瞻当中啊 我的语速是更加快的 所以说 我相信这也是给我一个提点 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表达 我想呢 同样啊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 也算是语言的一种风格 我想也是有同样的震动频率 才使我们可以在这里连接交流 有能量方面的感应 那如果有缘呢都是恰当舒适 并且精准度是比较高的 感谢大家 也感恩宇宙 好的 下面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吧 在我们面前从左到右有三副组牌 为了方便大家的选择呢 今天放了三颗小星星当作参照物 那大家可以选择组牌的牌面 或者说是小星星 为参照物来进行能量方面的引导 那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小星星是深蓝色 中间的一副组牌的参照小星星是粉色 最右边的一副组牌的参照小星星是绿色 好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第一直觉 选择到吸引到自己的那个选项 选好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独牌吧 好的 选择到第一组组牌 参照为深蓝色小星星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 好的 选择到第一副组牌 深蓝色小星星的朋友们 你们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在未来的三个月会给你有怎样的突破和进展 他的想法和行动是怎样的 那我们通过抽牌呢 先看一下这个对象的想法和行动是如何的 然后再看一下未来三个月的进展 好的 我尽量的在写好牌之后给大家解释 这样的话大家会听得清晰一些 好的 第一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其实现在还是蛮想跟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进展的 因为我们抽到了一张 night of wands 在第一张 好的 其实我觉得你心目中所想的对象呀 无论现在是稳定交往期 还是在暧昧期间 还是说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些纠葛的话 我觉得其实对象的想法都是蛮正向的 我们看到了一张 night of wands page of pentacles 它有可能是火象和图像星座的 男生比较多 那男生朋友在之后我会给你们进行一个其他的 另外的解释 好的 seven of cups in reverse 他的想法和行动将是怎样的呢 好的 第一组牌的朋友恭喜你们 你们心目中所想的对象已经快要坐不住了 他呀很有可能是火象土象 处女做的 男生 最近呢他其实蛮想对你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表达 并且他也有可能在之前一直在稳 很稳定的给自己一个目标去布局你们之间的事情 他有可能在工作当中和生活当中都比较有激情 并且他是一个目标比较明确和清晰的人 一部分朋友他有可能是一个年纪比较比较轻 或者说在创业和工作的某项目的初期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看到一张page of pentacles 有可能他也是正在进行一些 比如说他刚刚从院校必要进行就职 或者说他刚刚的进入某一个项目 要进行这种分工布阵 并且努力的去向前的一个形象 那他身上的能量都是比较好的 其实他不仅对你有行动 之前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想法 他一直在整理 所以我们看到一张seven of cups in reverse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他的行动是属于积极型的 并且是这种集中求稳的人 就是说他的行动虽然说是比较富于激情的 但他是一个很稳重的对象 所以说我相信你们的关系呢 在之前有可能是一直处一个平稳期 哪怕是暧昧对象也好 哪怕是平稳交往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都来看了这一组 或者说是你们之前 有可能也是有过一些小小的 在关系交往上面 或者生活上面迷茫的抉择 但无论如何呢 我相信这个对象正在拨开迷雾 因为我们看到了seven of cups 是一张逆位的 所以说他正在种种的迷雾当中呢 一点点去拨开这个迷雾啊 那我相信其实在未来 他想跟你共创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 哪怕呢是这种稳定的关系 不能说马上是契约性的 但是呢在短期间 或者说是在一个阶段性当中 这个关系他希望是以稳为主 所以说有的时候 他会过多的去思量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他是认真的来看待你们之间的交往 所以说我相信 他不仅在想法上有所体现呢 那在行动上也将会有所体现 因为我们这次有看到一张影视牌 是一张逆位的 我相信他已经快要坐不住了 好的我们看一下未来三个月 你们的进展会是如何的 我们再抽出来几张牌看一下 选择到第一 第一组的朋友 有一部分朋友是不是你们之间发生过 什么样的矛盾和纷争 掉出来好多牌啊 如果说是来看啊 分手的前任或者说是正在吵架当中的朋友 或者我相信这个对象可能在生活当中 他遇见了某一个某项坎坷 比如说是工作上面的 失败呀阶段性的 有一些事情要不断不断的试炼他 但这件事情呢是一张的tower in reverse 所以说我相信呢已经接近尾声和过去了 他是有能量去超越你们之间的障碍 和他生活当中的障碍 或者是你生活的障碍的 那这个障碍我相信其实是跟金钱有些关系啊 nada pentacles in reverse 在一张page of pentacles 的上面 所以我下边对不起 所以我相信呢 他其实正在努力的重新的规划自己整理自己 让自己呢重新的找到一些方法和方式 无论是在物理世界里边 物质生活世界里边 还是现实的条件里边 他都想让自己有一个重整 所以我相信呢 他是一个魔术师啊 magician 所以说他会在许许多多迷茫的这种过程当中 也让自己成长 也让自己学着成熟和稳重 我相信其实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想等待一个commitment 或者是想等待一个offer 我相信他其实很想给你这个offer的 但是呢有的时候 他那他无奈于自己身上的能量 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饱和高涨的程度 来承担一份如此 富有啊 富有这种承诺性契约性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他有在想 但是由于一些他 他也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所以他更想的是在阶段性跟你先创建一个稳定的关系 所以或者说是稳固住这段关系 又或者说一部分朋友在修复这段关系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想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所进展 而且能变得更好 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件事情完全会实现 并且男性能量应该是那一个比较主动的 主动那一方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张我们之一身非常能量非常的棒 哇喷排了 好喷飞出了三张 我们一起来看啊 那未来三个月当中呢 我相信这个对象 他是会有这种啊热情和能动兴趣 来啊 把你们之间的问题呢 试证就是矫正过来 无论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是地下恋情 然后需要去真正的把这个事情啊整理一下 又或者一部分朋友 你们的关系必须得重新经历一个重组 和重新的去 把你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去理清楚 所以我相信一部分朋友 你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剪不断和理还乱的意思在里边啊 未来的一段时间 这个对象是会非常主动的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 就真正决策权的能量啊 在于在于来看视频的女生这一方面啊 因为有的时候有可能你们会在一种 就是无法得到一个offer 或者commitment这种能量当中 让自己比较消极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嗯 非常稳定的人啊 首先他非常的现实 他也非常的了解 自己能拥有什么和该拥有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Page of Pentacles and the King of Pentacles告诉我们 他不只是图像比较重的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和讲究秩序的人 有的时候如果你们周围有一些这种干扰性的能量 比如说啊 其他的亲朋好友的参与啊 流言蜚语或者职场上面 有一部分朋友你们职场里面的关系 会有这样的能量产生的话 他其实是会考虑和去啊 去整理很多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有在啊 稳中求胜的一种能量当中 想把你们的关系呢 真正的在这种物质世界里面 有所巩固和体现 他希望自己 不仅仅是在物质和现实里面 是专业的 是成功的 是掌握财富的 是有威望的 并且也希望在你们的关系里面 是那个稳定的 可以稳得住你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 他有可能不是很善于表达自己 但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他会有这种冲劲 因为我们第一张就看到一张火象的 这个权杖骑士的牌啊 Netvance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是会努力的 会把你们的关系 进行一个阶段性的行动啊 这是用比较冲动的能量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卡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见解 我抽到了一张Queen of Source Queen of Source 我第一次用这一副牌 我第一次看到这 这一副牌里边的宝剑女王的画风 大家可以看到宝剑女王 这一组组牌的女生 你们有可能是风向星座比较重的那一种 有可能是那种 或者说是在生活当中比较聪明伶俐 然后言语也比较有条理层次和犀利的人 你们想什么会说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我相信 如果你们之间面临了一些分手关系 和关系里边的纠结的话 其实你是那个去做决定的人 有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当断 极端的去做一些抉择 但是其实这个对象跟你有可能 完全不是一个性格的人 他有可能会觉得你有点急 有点冲动 又或者有的时候你太具有气场了 他想让自己呢 其实是一个可以在你身后稳定的人吧 所以说如果呢 你想的这种情况是比较糟糕的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方心里边想的 完全跟你不太一样 他是往乐观和积极的方面去想 他的想法有可能比较单纯 那这一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在未来的三个月 是会有进展的 并且如果进展的话 你们应该是会 拨开以前那种交往当中的迷雾 比如说是暧昧关系 因为暧昧关系的朋友也反映过 我在姐姐排的时候 很少提到暧昧的关系 那这一次呢 我相信在暧昧关系的朋友 你们有很多会来看着 这个第一组的选项 你们的关系会在这种非常迷茫 或者地下恋情 职场地下恋情 无法公之于众的情况下 得到一个真正的延展 我相信他是一个 能够有这种能力和信心 去觉察力 去把你们的关系 引向真正的正规的人 所以不要想太多好吗 如果你们之间正在冷战的话 他有可能不爱说话 但是其实呢 我觉得你们之间还是充满 充满这种希望和热情的能量的 这组牌的女生朋友 你们不要把这个关系 想得太过于悲观 或者有的时候太去 太去 就是马上去抉择一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 你看这个 Coin of Source的眼神 他放在这里 直接在指着这个权杖 其实有可能你们当心目当中 会有很多的不平衡和不满意 但其实有可能两个人 只是节奏和频率不相同啦 他对这段关系的想法 还是比较积极的 好的 我们看一下 在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抽两张啊今天 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 有可能是个工作狂啊 或者说他是一个 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比较各隔绝孤立的人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张 isolation 上面看到了一张影视牌 你这两张牌的能量其实蛮像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 有可能一段时间 他不是很爱讲话 又或者说他遇见问题的时候 就喜欢把自己呢 隔绝孤立起来 让自己像一个孤岛一样 所以给他一段时间 让他先整理一下自己 他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专注于工作生活 或者责任感比较强 然后学习能力也比较强的人 他大脑许多奇怪奇怪怪的这种想法和思思维 那这张这张牌是一张呢 精心水平十一工 那我相信其实有部分女生你们水平做 所以我或者说是你们是也是那一种 就是想法比较快速 然后比较聪明的人 因为我们今天也看到一张magician 所以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确实头脑比较灵活的人 但是他不一定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灵活的角色 因为这边是个土星厨女六宫嘛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让自己呢埋头 陷于生活的这种问题里边 其实有的时候走不出来的那个人是他 我们给他一段时间等待一下好吗 第一组的朋友 好了调出来三张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啊 一部分朋友你们很大的几率 正在面临一个 真真的是契约关系啊 因为这样教皇牌下面我们看到了一张ring 所以说无论如何 我相信这个对象呢 是挺想跟你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关系 甚至是家园的 因为上面有一张follow once 不用特别的担心 我相信在未来的三个月你们会有进展 哪怕是没有谈到这个ring的这个 真的engagement的程度 但是我相信他的这种想法的浮现 应该是这一种会把你当作真正的结婚对象来考量的 他其实有的时候会真的去思考很多 然后他会放大许多问题 并且去真正的仔细的去观看和排查你们之间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这边有张seven of cups 一张影视牌 下面的教皇牌 其实都告诉我他身上有这样的能量 有的时候他本人是比较消极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给他一点时间 我相信他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踏实的人啊 这边有一张 ancher 所以说这一组牌的朋友 我相信他是一个踏实的想让自己在狂风巨浪里边 能够稳定向前的那一种那一种人了 所以无论如何 我相信你们当中有现在有什么样的能量和暴风雨啊 他都已经渐渐的过去了 未来未来是比较美好和就是比较灿烂的这一种能量了 那我相信其实这个 这段关系的抉择全在于女生能量身上 男生能量呢 其实是挺有热情的 是吗 来看这次做牌男生朋友 我相信呢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如果男生朋友你们 稳中求胜采取主动的话 很大的机会你们会发展的还不错 哪怕是他也会有一些犹豫 但是男生朋友 我也相信你们是以一个非常认真的前提来进行交往的 所以呢 看待你们之间的问题 有的时候要再仔细和精确一点去多分析 当然你们肯定已经做到了 但是有的时候要做到更多的 就是在关系里边有一个主动性 和真正的让对方体察到你的情绪是怎样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沟通和交流是不足的 好的我们今天看最后看一下天使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 Code Dependency PASSION 好的 这一组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 你们确实是蛮有性力的一对啊 很有激情 这个男生的能量是激情感比较强的 那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不太像是一样的性格的人 有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这种频率产生 会让你们的交往和摩擦 对交往当中如果产生意间不合的情况下 总会有那种你在想着东 我在想着西你在说东我在说西那种情况 但是其实并不打紧 如果你们在关系当中真的有点 不安全感或者说最近会觉得 对方的想法让你有点摸不透 摸不到头脑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们也给自己一段时间休息和 思考一下 我相信在未来这一组牌你们的发展是OK的 我觉得有可能女生朋友你们之前提过分手啊 一部分朋友如果你们在成熟的交往关系里边 你正在看一些前任或者说正在交 吵架当中对象的话 你们的 你的关系我觉得是会得到修复的 不用特别担心 复合的几率是有 有的 其实复合的几率是蛮大的 但是需要时间的运作 好吗 想到第一组的朋友 今天我们的解排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呢 希望第一组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开心平安幸福 希望今天的解排能够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引导和启示 希望可以对应到大家的能量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好的选择到第二组组牌参照为粉色小星星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吧 选择到第二组组牌的朋友们 你心里当中所想的对象跟你在未来的三个月 会有怎样的进展和突破 那他的想法和行动将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通过塔罗牌先看一下他的想法和行动 以及未来三个月 大家的发展是什么样的 好的第二组组牌的朋友 我相信在你们的眼前啊 一定是有许多的迷茫感和和这种 迷幻的感觉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也是非常有激情的 其实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他的想法对你哇都是正位 他想法其实对你是非常正向的 他会觉得你身上有许许多多性他的点 并且他是对你非常的有这种 身体上的激情和这种冲动的想法的 因为我们看到一张 8 of wands 7 of cups 都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一段一部分朋友 你们是在感情的初期 就是暧昧阶段的朋友是比较多 你们的关系其实在很大的技术上 我们掉出来三张一起看吧 很大的这种程度上 我觉得其实对方的想法是希望跟你能够循序渐进的稳定发展的 也就是说无论在 你们你们在关系的哪一个阶段啊 就全部都是正位 今天的牌怎么都这么好呀 第二组的朋友们 无论你们在哪一个阶段 我觉得对方其实都是蛮 蛮有这种积极性和火力 想把你们的关系维持 并且循序渐进 渐进的 把你们的关系维持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的 其实你们 有可能之前也经历了一些事情 多多少少的会让你们对对方有一个了解和理解 所以他对你的想法 其实不只是觉得你的外表 或者说你的某一个点很吸引他 你有很多的优点在他的眼前 让他觉得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他对你呢 大方面上是非常的有感觉的 那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很大一部分是这种火象星座射手座比较多 那也有这种水象能量和屈蝎座的能量 体现在牌卡里面 我相信呢 它是一个 虽然说对你有很多这种 七七八八的想法 就是说非常非常 有的时候他会想的非常非常多 或者说啊 我今天还有passion呢 我很想就冲到他的面前 如果你们隔了一段地狱 因为我们看到一张的word 和一张at one 所以很多朋友你们 可能是异地恋的关关系 很多很多朋友你们长期见不到面 其实我觉得他是蛮想 有一个schedule去计划一下 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 或者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把关系 提到日程上去的 当然他是以这种稳定前提为交往 稳定交往为前提基础的 因为我们看到一张Ace of Pentacles 所以说有可能你们有 确实受到了这种物理条件啊 现实的阻碍和隔阂 让你们不得不 耐下心来 通过时间的运作来开始这段关系 并且我相信这段关系 有一部分朋友 其实我觉得他在啊 你在身体上对他的这种性力 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想跟你 以这种稳定啊 或者说是以这种 非常热情的前提为交 交往前提来进行这段关系的 因为我们看到都是正位 我觉得对方的想法方面 和他的行动方面都是有所体现的 并且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们见不到面的话 我觉得在未来的三个月 就是在年末啊 尤其是年末 这个11月份12月份 你非常有可能会见面 然后我相信其实对方是蛮想给你们的关系 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引导和和让你们的关系 有个非常好的体验的 哪怕他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点 嗯就是犹豫吧 或者说你们两个对于关系 都有一种犹豫的感觉 迷茫的感觉 但其实大方向上 他的想法都是非常的阳光的 我觉得这个牌真的是蛮不错哎 好的我们继续洗牌看一下 在未来的三个月 你们的进展和突破是什么样的 那基本上这个对象的想法呢 是非常乐观的好吗 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三个月的进展是怎样的 Full of Pentacles 哦可以出来了 嗯审判牌 Judgment in reverse Full of Fortune The Death in reverse Full of Swords 所以这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因为全部掉出来 我们就一起看吧 今天掉出来牌好多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心目中所想的这个对象啊 就是你们两个如果在生活当中有自己的生活的话 其实你们都是以稳为主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想法是真的是很多 他想他想的非常多的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在行动和语言上的体现 却往往是比较少的 因为我觉得他你在他的心目当中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他有可能对待自己的生活 也有自己的规划 所以说他会 去权衡 然后去 去不断的去设想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大牌非常多嘛 Temperance the Word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象有的时候也会 采取一个比较慢的方法 哪怕他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一张Full of Pentacles 下面我们看到了一张Judgment in reverse 和Will of Fortune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是蛮有缘分的那一种哎 你们有可能是那种 嗯 机缘巧合遇到的 有可能是那种千里迢迢 然后隔着千里 但是又互相认识对方 心里心里一直在想念对方 或者说你们被命运的牵引 总是说来来回回的 跟对方会有一个能量上的连结 这部分朋友 很多朋友你们会来看前任吧 因为我们看到真的Dest Reverse Judgment Reverse 所以说你们的复合的话 跟第一组蛮相似 第一组是会复合 但是我觉得你们复合的这种能量 是非常强大的 在这边来看 其实你们复合的 就是如果是分手的朋友 吵架的朋友 你们两个是没有办法切断这种联系的 所以说 此神霸是逆位的话 也代表这种新的开始 那之前Judgment是逆位的话 代表一种结束 所以说结束之后 又会迎来新的开始 在你们的关系里面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并且是那种巧合性的 又或者说是 正常到了你们 起运的那一个时节 会真正的改变那一种转变 你们身边会有 零零总总的能量 就是说有可能是 你们所处的环境不同 所以你们周围的同事 家人朋友 会给你们一些 信息和能量方面的干扰 也有一些 比如说流言蜚语 或者说 不一定是流言蜚语 或者说是意见上的不同 比如说你们的亲朋 还要给你们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他对待这样的 关系和目前的环境 其实是一个出于抵抗性的态度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并不能真正的去 并不想迎合周围人的想法 但是他又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真的拿出自己的决策 我相信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自己想法和判断的人 只是有的时候他会受困于环境 而没有办法完全的展现 自己的行动能力 这个对象其实火象比较强 一部分朋友也有风向的体现 这个对象有风向的体现 我们最后看到一张net of source 所以说一部分朋友 你们心中所想对象 可是是一个风向的男子 但问的如何 我相信他是一个 在最后会拿出一个决断力 并且在年尾的之前 会真正拿出一个态度 让你们的关系会有一种缓和的 如果你们是在暧昧关系的话 我相信你们也会经历一些 断断续续的联系 或者是分分合合 然后会有卡住的这种能量 因为这边我们看到了ace of pentacles 但我相信其实你们会 在未来待一段时间 通过某一种连结 你们会重新建立这种关系 并且你们的关系有可能 不断的有一种卡顿啊 卡卡的能量 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因为这个对象真的是忽冷又忽热 这边我们看到了一张page of swords 一般看到了张net of swords 啊page of rules 所以说他其实在性格当中 是非常有两面性的 并且有的时候 你会抓不住他的行动 有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叛逆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真正去控制他的想法 他非常的有 我行我速吧 是这种能量的体现 所以说其实我相信你们还是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他的想法大方向是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在行动能力上的体现呢 让你感觉到一种 没有那么热情的那种感觉吧 好我觉得其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你们的关系是会有一种阶段性的进展的 好对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牌卡 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 好的 ok ok the full 我们今天看到了指引牌是一张的负 所以说我觉得你的关系很多朋友 你们都要从零开始啊 因为这边看到了一张命运之轮 看到了世界牌 看到了执子们的 dass 能量太重了 所以说有的朋友你们要从零开始 无论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当中 稳定交往的朋友 你们的生活当中 有可能是物质世界啊 财产方面的问题不动产 或者是工作里边的项目啊 或者是自己的的 diposite之类的 你们要去解决和处理 你们还是很想稳稳住自己的生活的 有可能你们在职业方面有需求的选择 或者说要经历一些生活当中变动 你们有可能要搬家 有可能要重新选择工作环境 等等等等 甚至有的朋友你们要迁迁居出国什么的 无论什么什么样的能量 我相信其实你们都要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要抱着一颗赤子之心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 关系真正开展的可能性 或者是真正继续的可能性是蛮大的 只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男性能量方面 他会牵引这段这段关系的能量 他的这种能量场是比较强的 但是他不一定是一种积极的能量在牵引 会让你们有点纠结和犹豫了 但是其实因为的Full是零号牌嘛 所以说一切是皆有可能的 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 好的 我们原本是打算看两张 然后结果今天喷出来很多牌啊 第二组的朋友 有可能第二组的朋友 你们对象身上的能量有很多话想说 那男生朋友在之后 我会为你们再进行一个解答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抽出的太阳神域卡 什么样的能量 我觉得你们首先呢 其实在心里边都是蛮有这种沟通和互动的能量的 有的时候你们意见不一定相合 但是其实你们都是那种比较爱表达 表达自己 这是想表达自己的人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多多多少少 比较有适应性和能动性啊 在语言方面也会调节自己 是那种比较 有情情商比较高啊 这个男生情商比较高 我相信这组牌女生朋友 你们情商也是非常高的 学习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其实你们两个要抱持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 一个钥匙啊一个 key 因为我们今天抽到的是水星双子三宫和月亮双子三宫 你们其实很需要交流并且你们有很多话可以说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 你们两个就是有一些问题其实是一起去共同的协商啊 去谈话 negotiation之类的 就会把它进行一个解决 甚至会给对方一个新的idea上面的 新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 在这种知识内涵呢 语言能力啊 甚至是这种对人生的见解方面是很有共鸣的 那不管如何呢 太阳白阳一公 蛮好的呀 无论这张牌卡显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啊 我觉得这个宫位和星座的位置 让我觉得其实你们未来的能量是往明亮的方向去走的 这种明亮 有可能之前要经历黑暗 我们之前看到死神牌 看到了这张 judgment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有点黑暗 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会迎来阳光的 因为对 你们对方的想法是阳光的想法了 好吗 第二组的朋友 我们最后再 对我们最后再抽几张牌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未来三个月 能量方面的指引 哇 The heart 心心相应耶 这是一张恋人牌 在冷漏漫里面 哦呦 飞出来了 好的 今天牌卡飞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he house 好的 这能真 我觉得其实啊 如果你们现在相割两地 我觉得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正在思考自己未来的那种发展方向在哪里 无论是啊有没有就是距离相隔的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在做某像某某一个比较大的人生抉择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了这一张牌只能真我们看到了 judgment 所以无论如何这都牵引到你们未来的人生的志啊 安家置业的问题 Follow Pentacles 无论如何你们面前有有许许多多的选项 或者说你们有许多多的事情要去做去安排 但是呢 其实这里是非常好的时期 让你们重新的积蓄能量 去思考自己在对方的 人生轨迹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相信一部分朋友 你们两个是真心的相爱的一组 所以说 未来我相信你们会不会首先稳定自己的关系 并且一部分朋友 你们确实在考虑如何安家和给这段关系 一个比较好的可能性的这个问题点 好 我们最后抽下天使卡 看天使 给第二组的朋友什么样的 so made 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确实是挺so made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命运之冷世界牌 全部都是这种很有连接性的牌卡 好 我们再请天使卡 给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一个指引 好的 飞出来了 很好 这组牌的朋友 very soon ok new love romantic feelings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组牌的朋友 首先如果你们爱着对方的话 你们是真爱关系 一部分朋友你们是这种灵魂伴侣关系 所以这很难分开 之前有可能分开过 但是呢 你们无论如何都会通过命运的连接 让你们走到一起 你们很快就会得到这种新的能量 复合或者说真正的开始交往 或者说你们真的想挥别一段关系的话 也是有这样的能量存在的 但我觉得你心目当作想对象大方 大方向是不想放弃这种关系的 因为你们两个是非常浪漫的一对 这个人也非常浪漫 但是他有的时候你就开始不到他的想法 因为他真的是想的太快了 他想的他的想法非常多也非常快 那男生朋友呢 我觉得其实 对象的想法是他其实觉得你是一个蛮值得交往的对象的 是那种踏实的 然后值得长时间的交往 并且会考虑到未来的一个人 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行动能力 未来的一段时间 他希望你们的关系能够循序渐进 慢慢的走向一个好的过程 通过一个好的过程走向一个好的结果 为什么是慢慢的呢 因为我们看到的Tampers和Ace of Pentacles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一开始有想过 你们要不要快速的交往 要不要快速的接触 但其实如果静下心来去想 如果是一段真心相爱的关系的话 有些问题其实应该放到 就是去按照优先顺位 Prioritize的话应该往后去处理 而你们的感情问题是慢慢 你们的感情关系在慢慢升温的 所以我觉得对象其实正在 也有些矜持啊 他应该是会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 而且也在观察你的行动 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开始和开展 而并不是一种只去激情关系的一种 没有承诺关系的一种关系 那在未来呢 一部分朋友你们会经历过一些分分合合啊 你们会真正的看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相信呢 你们穿越过许多的障碍之后呢 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相信你们是一种真爱关系 并且是一部分朋友 你们正在考虑如何的稳定下来 如何的真正把关系付诸于真正的实相和实践 好吗 想到第二组朋友啊 这组解答的比较长 好的 第二组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解 解牌就到这里了 希望第二组的朋友能够开心平安幸福 希望今天的解牌能够给大家正向的能量和能量方面的指引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好的 选得到第三副组牌 参照为绿色小星星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 好的 第三副组 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们 你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 跟你在未来的三个月会有怎样的突破和进展呢 他的想法和行动将会是怎样的呢 那今天呢我们透过抽牌 先看一下对方的想法和行动方面的能量 然后再看一下未来的三个月 大家会有怎样的突破和进展 哇 好的 好的 这个对象呢 很大概率是水象星座或者是风象星座的一个朋友 一部分朋友 你们可能是稳定交往期或者是你们的关系停滞了很长时间了 其实我觉得他的想法在大概率上是对你比较好奇 比较敏感 然后是充满感情的 但是他是一种试探性的阶段 有的时候他会由于现实条件的因素 把你们的关系放在一个比较 现实或者说是想去不停权衡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有两面性的人 无论你们的关系现在进展到怎么样的一个阶段 我相信这个对象呢 是在心里边一直在不停的去给他一个权衡 或者给他一个分数的 有的时候他的想法呢 是对你有感情 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在现实条件方面 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符合 或者说我们的性格是不符合的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他会让自己去观察 去评判这是他非常主观的一个点 然后很多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的关系在他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非常稳定展开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一张Full of Wands 在最中间吗 所以我相信这组牌的朋友 很多的时候啊 你心中所想的对象 会在未来的三个月 会觉得就把你们的关系 稳定在现在的基础就好了 如果你们现在正在 比如说你们正在一段关系里边 进行一个权衡 不知道该不该往前走一步的话 他其实蛮想往前走一步的 我们看到一张judgment 8 of Wands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 他会有一点比较矛盾的情绪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想 我到底是不是该让自己冷漠一点 白白酷啊 然后让我自己有点神秘感 有时候又会忍不住来跟你接触一下 主要是想把你们的关系 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如果你们的关系维持了 稳定了一段时间 他是在考虑把你们的关系 往前推进一步的 而且是快速的推进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张judgment and 8 of Wands 所以我觉得对方的想法的大方面上 是比较良性的 当然了 他在感情里边的这种表达和方式啊 有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 有一些不适应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张page of cups and king of swords in reverse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象 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摸不到头脑 因为他的想法非常理性 他的表现又非常的感性 因为有的时候呢 他会在你面前像一个小孩子 因为有的时候他又会在你面前像一个非常神秘的大人 其实他没有过多的复杂的想法 我觉得他更多的概率是想看到你们在关系里边两个人是不是稳定的 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是种照镜子的关系 他在这样的看着你 你也在看着他 那有的时候他会出现一种非常冷漠的态度 或者说直接给你打打枪的这种态度啊 沉默而不语 但是呢 我觉得通过一段时间的能量上面的考量 他会真正的给你们的关系一个非常快速的抉择 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去把牌捡起来 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有可能让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完全感 但是他是不会让自己消失和消失在你的生活里边的 我们看一下未来的三个月 大家的进展要突破什么样的吧 Queen of Cups 所以说我这组牌的女生朋友啊 你们有可能也是水象星座比较多的 一部分朋友可能是被分手啊 或者说对方他最近正在 用一种非常冷冷暴力的模式 或者说是不沟通的模式 让你们的关系缺乏了平衡的沟通和进展 那我们看到了一张Two of Cups in Reverse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象正在 很认真很专注的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他其实也蛮需要 这组牌的女性能量 女生朋友给一些帮助和支持的 我觉得这种支持不 跟以前讲的是一样 不是真正的我为你去做什么 或者说我要在你的旁边 为你出谋划策 有的时候他很想让你静静的去 等待他一下吧 这样的一种能量比较强 因为我觉得他在人生当中 会有一个很多元化的人生观念 比如说在感情当中 他是一个希望自己是 浪漫的 然后会给你很多奇思妙想 很奇幻的经历的一种能量 但是其实在生活里边 他往往又会展现出另一种 比较专业或者说比较 不留于感情的这种决策能力 我有的时候我觉得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 在大方向上来说 我觉得未来他会让你们的 他会想让你们的关系 在稳定当中有所进展 或者说如果你们的条件 是稳定的情况下 他愿意一点一点的放开自己 要通过一些比较有考验耐力的方式 然后一点点的行进关系 因为他想做的这个抉择比较大 比如说你们真正的 要往前迈进一步了 他希望是非常稳定的一种关系 或者说是一样的 是种非常具有契约性的某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未来 他也会一直的进行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观察 不断的交流 哪怕是有的时候 他跟你的交流非常的少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 Queen of Crab在前面 Neid of Pentacles在后面 两个人呢 有点对背道而驰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你们有可能 很多朋友 你们有可能很像这种双生火焰呢 然后要么就是那种 很像照镜子的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 Two of Cups Two of Wands Four of Wands 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 实在是有一点太相似 所以说在生活里边 总是会有一点错过彼此的感觉 但是他有时候又会觉得 你给他的感觉是蛮疗愈的 那如果真正的在职场当中 你们相识彼此 或者说你们正在为生活当中 那些物质的问题啊 去打拼去思考的话 他是一个先会以工作和物质 为前提去努力的人 那他觉得如果没有面包 就会没有爱情 所以他会为了未来 一直在努力和坚持 那如果在没有这样的 大方向的能量 没有出现的情况下 他会一直让自己 出一个稳定沉默的状态 去来面对你的感情 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相信你们的关系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和这种能量上面的切磋和博弈 这样能量比较强 其实他对你是蛮有 他觉得你蛮吸引他的 然后他也其实有的时候 会有一种冲动和鸡 啊 流于激情的感觉 我们看到这种啊 权杖的牌也在 今天的牌卡当中有所体现吗 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下 其他的牌卡给我们什么样的提 哦提示呢 飞出来了 ok page of coins 这边我们抽了一张 net bandicoes page of coins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人 有可能现在在忙于 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一项事物 如果他最他对于感情 其实是一个以踏实为前提的 他想让自己先拥有一方 一种 把自己的foundation基础做好了 他才会跟你再进行下一步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大方面上 是一个稳定的人 那星座方面呢 男生能量其实是 嗯 水相 风相 土相 确实都有体现 对 这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星座比较多 女生朋友你们的水相比较强一点 这个男生朋友 他有可能是水相和土相比较强 又又一部分是火相 比较多 但是呢 总的能量让我感觉到啊 其实 他是一个以 以这种金币的能量 就是呃 pandicoes 的能量为前提 就土相能量运作为前提的 大方向来说 他是很想让自己 在你们的关系和物质的世界里边 搭好一个基础 所以如果不不满足条件下 他会一直专注于自己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工作 是这样的一种能量了 其实他是一个挺踏实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又会 你又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牌卡 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的发展和突破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抽到一张木星金牛二公status 跟上边的这一这一张啊 Foot of Wands 有这种交相后应的感觉啊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没有断裂 没有断裂的感觉 只是有的时候 你们很缺乏沟通和交流 让你感觉你们的关系 是不是正在分手的边缘挣扎着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象正在 也正在人生当中的某一个比较大的 这种转换期啊抉择期 或者他换了工作 或者说他在比较稳定的这种 机关里边 想让自己真正的升职 晋级 很多很多的能量放在他这边 都是一种想让生活上扬的一种能量 所以他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和精力 其实都集中在稳定生活的这一方面 所以你们其实在关系当中的这种物质基础和前提 对你们来是比较重要 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 其实你们的关系是稳定的 因为这边是木星金牛二宫 非常稳定 而且具有金金钱能量的 物质能量比较强强的这一种 如果你们正在追求事业 追求金钱方面的收获 投资的项目的话 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牌 告诉我们在未来的三个月 其实在不仅是在感情的方面 在物质方面是会有所进展的 其他能量呢 我们今天抽到了一张火星金牛二宫 这次牌的朋友啊 我感觉到了你们的这种图像能量是比较强的 男生的这方面图像能量是比较强的 对 所以说我感觉啊 你们你们的生活确实是 现在有可能以工作为主啊 真的是要以工作为主啊 先把自己的这种工作和财富领域稳定起来 或者说对未来有一个真正大方向的抉择和打算 才是你们真正能够把感情往前去推进的一个非常大的前提 有的时候你们两个其实也非常的需要某一种沟通 木星双子二宫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 在最近呢 有可能对方不太善于沟通 或者说你们两个的沟通是 也是时隐时限的 有的时候沟通 我觉得是抓住某个时间点啊 不一定要不停的去沟通 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不是很善于完全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的想法其实是 有可能他非常他有非常强的野心和壮志 但是在目前的一段时间难以伸张的这种 嗯伸伸展的这种情况下 他会让自己啊 不会给你表达出完整的对于生活的全部的计划 或者说他想实现了嗯真正展现在你眼前 再说有这样的能量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雷诺马卡给我们什么样的题 是好的 a woman 我们抽了一张bridge 好的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哦 好的 好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啊 有可能会有一些现实方面的 比较大的这一种阻碍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也在也觉得自己在感情里边在过一个独木桥啊 其实我觉得女生朋友你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和敏感 因为很多朋友你们可能是水项比较多的 所以可能会想的比较多 有可能你们会觉得正在顾注意这个做某样事情 但是其实呢通过一些艰难险阻的考验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感情到底有没有根基了 所以我们抽到一张的train 我觉得你们的根基呢 其实是正在不断稳固的 就是你如果你们两个真的达到了一种稳固的前提的话你们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 所以现在有可能真的是一个正在考验起 考验你们在关系当中到底是怎样的 考验他的坚决和你的坚决 也考验他的能量和你的能量 他的能力和你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是 我们有一些话嘛 有一些 谚语啊 属于说三分天注定嘛 七分还是靠打拼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座朋友你们还要你们要勇闯一下 你们要勇渡难关一下 如果你们一旦渡过了难关 你们两个的关系将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我们看到能量都是非常稳的 好吗 好我们最后抽一下天使卡 看天使卡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 好外面有救护车过去了 收准 trust 这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卡关的人比较多 有可能一直在某一种 固定的能 关系的能量当中徘徊啊 所以说可能你们在某 无论你们在哪一个交往时期 都会觉得再往前推进 就看不到未来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对方正在计划这个未来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要互相相信一下 现在这个situation这个情况啊 其实是告诉我们 让我们有些信念 因为底下的雷诺曼卡也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有一点 对于你们的关系啊 设计设计设计一个愿景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我相信呢 如果通过你们这一段时间的试炼 是会有所显化的 比如朋友你们两个有可能在关系当中会有一些 你们两个会有一种 互相打架的感觉 这种打架的感觉不是唇枪舌战争的潮啊 但是你们两个其实会像 有的时候都会像两个比较固执的小孩子 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那其实呢 我觉得女生能量方面去顺从男生能量方面 这种能量在未来是有所体现的 那有可能也这张牌 Queen of Cups 也告诉我们 哪怕是我们在未来会有一些现实方面的阻碍隔阂和 沟通方面的问题 都告诉我们 其实呢 有的时候成熟一点去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相信你们两个是真心对待彼此的 这样能量比较强 所以这组的朋友可能你们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试炼 在未来的三个月有可能 你在短期之内呢 还没有看到自己投入之后的收益 但是我相信这一部分的朋友 对方的这种能量的想法和他的行动都是比较积极的 那拖了这组的男生朋友呢 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关系里面有点前后犹豫的一种感觉吧 有可能你是觉得这段关系是 稳定或者停滞了一段时间的 很想把它往前推进一下 甚至有的时候心会有点急 但是其实你在现实里面有很多的顾虑 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比如说你在努力工作的话 你会试着很让自己去沉溺其中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强的说服力 能够展现在对方眼前 比如说我是稳定的 或者说我是复读的 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像是在感情里面去 寻找的这种小孩子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的时候 也真的很像一对 Twin Flame或者说是灵魂的伙伴 这种感觉像是照镜 就是不是说你们是互补的关系 而是你们两个是相似的关系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两个会真的是觉得 既相吸又相赤 但是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有可能你还是会踏踏实实的喜欢着对方 我觉得其实你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是有进展前力的 这关系是很有潜力的关系 但是是要突破困难和障碍的一段关系 好吗 选择到第三组的朋友 这组的讲解有点长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方面的指引 和建设性的提案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对观看今天的视频 想得到第三组的朋友 也祝你们开心平安幸福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